许多人都听过有机食品对于有机土您有概念吗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雅杰公司的代表 又是陈祥宁Ed来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好我们一起谈一谈有机土是什么 以及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有机土 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有机土可能大家都听过 其实到底什么是有机土呢 有机土算是英文来讲是compost 所以是很多的这些厨余啊 或者是这些绿色的这些庭院废弃物来制造成的 那这些有机土呢 对有机种植和很多可能很多华人在后院 有种植一些花草树木或者是果树 都是非常非常良好的 可是其实这些有机土 其实它是不是对于环境也有更大的帮助呢 是的是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一般的肥料的话是有一种化学的这种 肥料在里面 对 所以化学的话对这个土壤这些 并没有说实际上的一个改变 那有机土的话是算是一个土壤的改良剂 能够把土壤里面原有的这些养分能够带出来 所以它的这个持续也是比较 它的这个效用也是比较持续比较永久的 OK 所以其实用有机土来种植像这些花果啊 树木啊甚至是食物啊 对人体的伤害也比较小一点 对 那尤其是我们公司现在送发的这些有机土 是有机认证的 所以对有机种植来讲的话呢 对现在是这个一股风气对大家种植 可以踊跃的来拿 尤其是这一次 Ed是代表雅杰公司来赠送这样的有机土 而且有机土呢 其实在哪里还有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赠送呢 Ed 所以我们陆续的这六个礼拜来 在很多西盛开博谷的区域 有很多城市里面 只要你有带你的这个身份证 或者是雅杰的账单 您都可以去来共享盛举 那我们明天在礼拜六 3月4号是在City of Monterey Park 在盛市办一场活动 那接下来陆陆续续的每个礼拜 都在西盛开博谷任何的一个城市 先从盛市再来填补市 很多的这些活动详情可以看 上网看 Athenservices.com 我们有所有的这些活动 还有一些详情都在这个网上 其实那这些有机土并不是太麻烦 首先就是要带您自己的身份证 或是雅杰的账单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要带一个容器 所谓这个容器呢 去装有机土 就是很重要的 不可以带塑胶袋去装有机土 对不对 对 没错 因为塑胶袋很容易破 所以我们是为了大家方便起见 很多人带一些垃圾桶 或一些比较坚固的一些容器 能够很 就是能够装 把这些土好好的搬回家 而这个活动呢 其实早上9点半 就已经开始了是吗 对 我们从9点开始到中午12点 我们带的这个分量非常大 大概40吨左右 那当然是送完为止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早点开始排队 其实上一次哦 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 其实那是人山人海 几乎有好多好多人 都在那边去拿它的有机土 当然从9点到10点 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它是有分量限制的 可是从10点之后到12点 就是多拿多得 你要拿多少都可以了 所以详情呢 就一定要去看 insent-services.com